五祖运神通 借一驾沙地 作者秦自行 禅宗初祖达摩 将一波传给慧可 慧可传给僧燦 僧燦传给道信 道信传给红刃 红刃传给慧能 从初祖算起 一共六代 红刃为五祖 今天单说五祖红刃 借山建庙的故事 有一天 禅宗五祖红刃 纪元602年到675年 抱着寻找风水宝地 建立庙宇的墓地 来到一座山峰面前 首搭梁棚一看 见到前边有座山峰 壮似一只展翅玉飞的凤凰 山腰翠足婆娑 云雾缭绕 把整座山峰装点的神秘幽深 一派佛光掀起 红刃不禁暗自赞叹道 真乃宝地也 这时从山上下来一个侨夫 红刃忙向侨夫打听 那山叫什么山 是谁家产业 侨夫打道 此山名叫凤凰山 乃本地缝木老人的祖传山地 红刃想借此山建庙 他把这个想法对乔夫说了 乔夫说 建庙乃供佛善举 不过缝木老人不信佛 你向他借山建庙 十有八九不成 红刃心想 看来 要借此山 还得借佛法才成 于是 他挽起袍袖 遮住额头 看看太阳 已经想悟 突然 红刃心里一动 自言自语地说 有了有了 就是这个办法 说吧 谢过侨夫 立即下山去了 红刃来到冯木居住的村子 打听到冯木的居处 便静止朝他家走去 来到冯家 红刃开门建山 向冯老汉借山建庙 果然不出侨夫所料 冯木爱山如今 推说 这是祖传三地 不愿出戒 红刃说 施主差矣 借山建庙 乃光宗耀族之举 何况我只借一架沙之地 施主 这一点山地都舍不得吗 冯木听红刃这么一说 心想 这一定是个风和尚 只借一架沙之地 就能修庙 这不是一派胡言吗 也罢 我就借他一架沙之地 看他如何建庙 想到这里 便答应了红刃之请 红刃怕老汉反悔 便有意再问一遍 笑着说 施主 你真的愿意借山 冯木说 你这和尚 老夫妃三尺孩童 一言九鼎 绝不反悔 一言为定 红刃说完 便和冯老汉 一起来到凤凰山 他们来到凤凰山顶 此时正是降五十分 万里无云 烈日当空 暑气争人 红人站在一块巨石之上 把架沙一抖 对冯木说 我要借山了 说着 将架沙猛地向空中一抛 架沙张开 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 在空中旋转着 把日光遮得严严实实 撒下一块巨大阴影 似乎把整个凤凰山 都给罩住了 冯老汉只觉得 太阳被架沙一遮 面前一片黑暗 心里一惊 连忙说 师父法力无边 快请收起架沙 老汉任凭高僧 折地建庙 要多少就供给多少 绝不食言 谢谢施主成全 菩萨定会保佑你老两口 健康长寿 安度晚年 敢问师父大名 老那红忍是也 冯木一听红忍二字 敢忙下拜 你就是无主啊 草民有眼无珠 请师父宿对 后来冯木老两口 都尽信佛神 果然健康长寿 晚年安康 此事后话表过不提 红忍慌忙上前 掺起冯老 感激地说 施主过礼 折萨老僧了 在冯木老汉和众乡民的赞助下 几年功夫 红忍就在凤凰山上 建起了一座寺庙 定名法语寺 金人称为 无主寺 一架沙之地的故事 也随大寺的建成 而流传开来 诗句 高僧河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